那么当看到解放军方正走过来的时候 当我听到了整齐划一 坑枪有力的脚步声的时候 确实让我的心灵感受到了震撼 让人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 我觉得这样一个国之大典 跟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公民 其实都产生了一种共鸣和关联 在这种情况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没有理由不去爱这个国家 没有理由对我们国家的前途 不抱一巨大的这种信息 我觉得最根本的一个经验 其实就是我们党的领导 党的坚强的领导 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制度优势 我们不光要看到 直接的这种科学技术的力量 它更重要的背后 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一种能力 就是系统性的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能力 这几个有史呢 是我们能够呢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 形成这样大的一个 大规模的一个清点 它就是一种爱国主义 它实实在在的 它变成一种呢 对国家的一种正确的认识 都是对未来的一种充分的信息 我觉得这次庆典对每个人的启示 就是作为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一定要有一种伟大的团结精神 而作为每一个人 一定也要有一种昂扬向上的 一种奋斗精神 我们要旗帜鲜明 坚持党的领导 因为只有在党的领导之下呢 中国才有可能取得 如此伟大的成就